谈谈新股 因为京东物流今天开始招股 入场费出了一个数据 就是4380元左右 其实看到 它大概只是卖3%给散户 如果算回拨 才有55万手可以卖给散户 有7个Cornostone 即是基石投资者 简单问 你觉得这一只静不静一臭 其实可以考虑 因为如果你论回近期的新股 其实有基本因素来说 这一只算是比较稳妥的 当然公司在账面仍然未能赚钱 但当然很受非经现金流的项目的影响 包括一些金融产品公寓值的变动 但实际在营运上 其实它在盛陆以来 除了当然最主要的客户 就是京东关联人士 即是他妈妈 但其实它在第三方的收入来说 占比都去到差不多近一半 反映其实他的所谓接街客的能力 更是比较强的 是 那这个对后的盈利发展也相当有利 还有内地当然在这个物流有很多环节 那你说我们现在时常最担心 究竟会不会有些垄断的监管问题 但是刚才所说的 其实因为内地物流的环节是非常分散 还有很难解释的 所以你说去到一个垄断 我想他也很想的 但其实未必做得到 就是各个环节 你又有配送 仓存 或者叫做所谓他声称的全工 即全方位的物流服务 其实都有不同竞争对手 跟他竞争 所以其实反垄断这个担忧 在京东物流就不用太担心的 但是新经济 你想一下 其实如果你参加今年第一季 因为顺丰的生意多到做不及了 现在也要亏损 而阿里巴巴旗下的材料物流 其实生意对比整个阿里巴巴业绩的 占比比重也提高得挺快的 我看到整个行业的生态 其实真是向上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看到刚才所说的一些供求问题 即新股发售结构 街货的占比相对比较少一点 供应也比较紧张一点 那来说这些新股 排除其他因素 即新股很受大市影响 即如果不计大市当日 挂起时有这些特别消息 我觉得股票可以抽一抽 那你觉得现金抽 还是阿都可以借这个孖展去抽呢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其实真的因为 如果你要看回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他开始几天的认购反应 如果认购超额的倍数是高的话 通常孖展都没有什么 盈利可言 基本上你可能分货少 总共只中一手 真是 整个手都是 真是无谓了 所以现金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不是就再看 首天的价格才想入不入 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